我先去看一眼 看看他们会不会提前上班 要提前上班 我们就直接可以去了 不然的话就再等半个小时吧 灰溜溜的回到房车 等吧 再等半个小时 现在终于是到了下午的三点钟 走 看看他们有没有准时上班 感觉像他们的领导一样 监督他们上下班 OK 成功都来到了我们的包裹 现在出发 去和越浪会合去 出发 出去之前先加个油 加油 加柴油 柴油 5块3毛2 加满0号 加好油了 加了130块 就很纳闷 为什么这个 产油的地方的油价 总是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现在我们呢 离目的地 还有292公里 需要开4个小时 就是一个漫长的旅车 现在三点钟开4个小时的话就要开到7点多才能到 好辛苦啊 我是去这个东齐浪湖 东台齐浪湖 那个 你从哪过来的 我从这个 那个叫什么 马来市 马来市 嗯 嗯 你拿你的新鲜加速过来 你到那边开一个线速条吧 好 因为你这一路过去的时候 人家都要给你要线速条 我还以为啥事 吓我一跳 这一路过去 对 柴南木盆地啊 真的是一个 很荒凉的地方 周围啊 春草不增 我们已经开了有100 100公里了 全是这个样子 四周都是黄沙 这边的这个路呢 就确确实实还是 不像新疆的路修得那么好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这边的路 总是有一点这个搓一板路的感觉 就是一直在抖 整个车体一直在想 哪都在想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可能是大车压得太多了 还是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是确实挺难受的开起来 我们先到达这个315国道旁边的 这个一个像雅口一样的地方 这边呢全部都是亚丹地茂那边 都是亚丹地茂 这边这条公路 这条公路就是很火的那条网红公路 人们就是在最下面那个地方 拍照 然后整个一个上坡 现在拉无人机出来 空中侦察小队飞一飞 中侦察小队飞一飞 中侦察小队飞一飞 二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进入了沙漠路段 这个沙漠公路就会比新疆的那个沙漠公路要漂亮 因为它这边沙子很细 然后四周没有任何的植被 对,没有任何的植被 这就和我们去玩明沙山 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相当的好看 去什么明沙山在这里玩不舒服 对,这可以的 这是没有停车的地方的 对,这就真的可以的 不用去明沙山 来这里顾问 你特别说我们左边这边话 对,很好看 哇,这边好漂亮 视野很辽阔 四周全是黄沙 这个就弥补了我们没有走沙漠公路的遗憾吧 对 我们走走这个 对,走走这个315 有这么一小段 记录一下 我觉得也挺好 这边确确确实是挺漂亮的 我很喜欢这边 因为新疆的沙漠公路的话 它会有这个杀生植物 去种在道路的两边 这样的话会 其实影响这个景色 虽然说保护了公路 但是影响了景色 315这条路啊 没有这个杀生植物 所以说就很干净 很好看 确实美景 漫天黄沙 好好看 哎,那个车坏的路中间吗 胆子这么大 还是在照相 要是在照相的话 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 这是拿神明在拍照啊 神明是如此的芹菜 是,对啊 它的神明是太芹菜了 又是个下坡 好吧 这不是基本还是 哇,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可惜这边没有观景台 没有停车区 我们也不敢把车停到沙漠里边去 不然的话 在这边真的是很美很美 非常漂亮 哇,这边还有个更大的景 呵呵呵呵 你看那个沙山上面的那个线条 那个圆润的弧度 非常漂亮 还有旁边那种石头山的那种 那种那种 对 对,这种感觉,混合交织在一起 哦,这附近没有停车的地方 我不敢下去 这样的路基看似挺硬 但是下去是松散的 像我们这种前驱的这个车啊 下去很有可能就陷车了 比如说还是不要搞事情 对,不要搞事情 不开了吧 现在快开了200公里了 一快到不得地了 就开了这么长的距离 几乎都是无人区 只有到那个老黄来 那个地方是有工厂的人 这一路上全是无人区 太荒凉了 不是因为路上车还多的话 真的是无孤单寂寞的 还有对 就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这边啊,你看这个地上全是白白的 你知道吗 全都是盐 就是有可能是下雨 有可能是以前这里就是有水了 然后干涸了 然后盐分就被冻出来了 一晒干就变成白白了 我终于看还以为是雪 看这儿下雪了 哈哈哈 才下了雪 全部都是白雪矮矮的样子 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白衣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形容词怎么样 哎呦 现在又进入了亚南地茂 怎么知道呀,亚南地茂也是挺漂亮的 一个一个的丘陵啊 很壮观 而且这边多 刚刚有一个丁字路口 从左边一直过去的话 那边是去石油小镇的路 我看了一下那个路啊,纯砂石路 啊,我们这个车估计 关系是我们这条胎估计是受不了的 就是我一直很想去那个石油小镇看一看 就是拍九层邀塔的那个地方 一个荒谷的地方 特别漂亮 就是特别吓人的感觉 但我觉得很漂亮 一直很长距离 刚刚看到了这个路口 啊,去和月龙商量讲 但是我,我这条胎我真的是不抱信心啊 如果说,进去了有可能就会爆胎的那种状态 跑了有近300公里 用时4个小时 终于到了西台吉拉尔湖 前面那个就是湖面 一点点 一右眼的那个水面 那个湖面就是西台吉拉尔湖 啊,月龙是不是在这边等我们 月龙,月龙,月龙,月龙 就是在湖面上开了一条路出来 感觉是非常棒的 他应该没有开对两机 前面那个欢喜平台 就是我和月龙订好的点 但他没有在这儿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我们三个网络 在这边都是没有信号 比如说 呃,在这边的话 就是完全没有信号的一个状态 我先停在旁边吧 我先下来看一下,拍一看 再去找他 我说怎么,我说怎么找不到他 因为他也没有信号 我也没有信号 来,下车看看这边这个水上公路 哦,还是挺壮观的 呀,开了4个小时没停过 累死我了 哇,一晒的太阳就打喷嚏 很舒服 下面有水草 证明这个是淡水 它不是咸水湖 还有游泥 灯底的水草 可以附上 的好游泥 面冲 记得更為困难 我发现 Zither Harp 拍出空中侦探小队已经拍摄完毕 画面超级美 这个湖啊 你从下面看你感受不到 但是你从上面看 因为它比较浅 所以说它的那个湖底 它的那个水澡的走向 生长 哪些地方多 哪些地方少看得一清二楚 超级漂亮 很想好好的在这玩一下 但是这边没有信号 然后月龙也丢失了 找不见了 现在得开车往前走 去找它去 它不会跑石油小镇去了 应该不会 以我们两个末期 它应该是在前面 找了一个有信号的地方在那里 这边继续往前走呢 还有90公里路 就到那个东台吉拉湖了 东台吉拉湖就是个咸水湖 那边被誉为是马尔代夫 中国分府 我在想月龙应该不会直接跑过去了 我先对齐开吧 现在快8点了 现在已经是西洋了 之前了 再开一个小时就要天黑了 它这个湖还挺大的 一段一段的 我以为刚刚那边过完了就没有了 这边又来了 还有一段 一进入湖区了之后 这个路都特别烂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看到了月龙的车 就在这边了 左手边路边 不知道大家看到吗 还要过一段烂路 才能和它会合 今天不出意外啊 我们就住这儿了 不走 现在已经8点了 还好今天不用做饭 哇 这个路烂的呀 感觉像 像是被 被什么 什么东西摧毁过一遍 还好我们今天不用做饭 只需要热菜 热饭就得吃了 两个兄弟会合了 这就会合了 来吧 今天就是咱们有起的 最野的了吧 最野的了 对 好歹这边有信号 也就野点了 大白呀 灰的呀 灰的都不行了 现在先把这个桌子拿出来 撕桌子 开始弄饭了 现在不弄饭 一会儿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太阳快下山了 今天这就是我们的吃饭环境 对着西洋吃 来吧 我今天都忘记买瓜子了 哎呦 我们今天去那边加水 然后去点了几个菜 觉得点少了又不好意思 就点了多 你说半管家的 结果那个老板太 去到那个厕所那边 看到两个房车在家 结果 我在这上厕所的时候 那个管理人家拿了 把那两个轰走了 干啥呢 我说原来这儿不能加水 今天我们 直接吃了 这个菜还是温的 居然还是温的 你后面没有开空调 你后面没开空调 这不用吃 这不用热 直接可以吃 太幸福了 终于不用开车了 就很幸福 嗯 我还退一点 太伤了 还退一点 把那花生里拿了 吃饭看着日落 已经开始出来了 有点日落了 然后那边 来了一个房车 一家山口 他在这住是不是 你好 对 王在这住 他为什么我要拍后面的话 前面就不行 那当然 那曝光不一样 前面曝光柱啊 后面太阳亮了 收拾桌子 又来一辆房车 拖挂 看来这个地方 还变成了我们这个 房车聚集地了 好多房子 天都已经黑了 天都已经黑了 我把这个灯拿出来 又溜浪了 今天月亮好圆啊 一大阁 其实拿这个灯来 溜狗挺好的 照的很亮 看得清楚 这边蚊子特别多 特别多蚊子 你看 你看 只要有光就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